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这是青豆卡拉西 我是青豆啊 现在呢是茶花的生长期啊 我们都知道茶花开花是非常美的 而且是冬季开花 一般家里都会养上一盆 那么冬季茶花养护茶花 除了正常的养护以外啊 今天呢 青豆也和大家分享几样好东西 能让茶花的生长开花变得更好 茶花是喜肥的 那充足的养分呢就是关键 那么对于茶花来说啊 这种饼肥呢就是一种他很喜欢的有机肥之一 平时我们在茶花换层上盆的时候呢 可以在盆底放一些发酵好的饼肥啊 如果没有给够底肥的话 我们也可以它追下一些啊 挖个小洞啊 在这种远离根系的地方 适当的少量的买一些就可以了 这样浇水的时候养分还能渗透下去 有利于促进花苞的形成促进开花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浇水的时候 可以给点实处啊 因为茶花呢是喜欢栓性土壤的 我们平时浇水的时候 会让这个土壤简化 尤其是北方 所以我们平时在浇水的时候 往里面低几滴这种实处啊 一般一个月左右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能有效的改良这个土壤的状态 其实茶花的养分呢还是很简单的 我们平时啊 只要多注意一些细节就能养好了 今天关于能帮助茶花生长的技巧 介绍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日更新 拜拜